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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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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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一刻开始 就很多人就开始骂了 真的滴开 就是滴到那里的 姬姐 我听说好像现在 网上啊 好像有人众筹 出钱 干嘛 就是为了让他离开 真的 好伤心啊 怎么会这样 我送你离开 请 你不要回来 吉杰 你知道这个事吗 第二季播完之后 你知道我看那个节目 看那个弹幕太可怕了 我只要一出来 换掉吉杰 换掉吉杰 众筹换掉 真的 是我不能理解是 为什么要众筹换掉我 众筹是要筹一笔钱 这钱是给我还是给谁啊 给钱不足 你一说到弹幕 你这个还不算什么 我们那个薛来啊 年轻帅气 只要他一发言一站起来 弹幕就是 牙齿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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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看一下 还好啊 还好啊 我知道了 是因为他皮肤太白 对 众筹换牙 是众筹 你这个里的钱 给他去换一口牙 以后我们应该是 每个特工都非常充分地 准备解决方案 尽量地让解决方案 不要垮掉了 不要再让地球代表 觉得我们在摩擦 他们的智商 好不好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下 四位非常专业 而且想象力齐飞的 优秀的地球代表 我们欢迎 夏佳 牙齿华 还有牙齿华 接下来两个人 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来自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教授 王立明老师 欢迎王教授 欢迎王老师 第二位是优秀的科幻作家 郝景芳老师 郝老师的一本小说 叫做北京折叠 是第七十四届 余果奖的获得者 希望这次来到火星 能够给这个郝老师 多一些这个想象力的小点 再次掌声欢迎四位 好了 现在开始的提案 首先是薛副局长 为我们公布今天的第一轮 提案的地球困扰 今天的第一个提案 是我发现 睡眠问题 已经成为地球人的最大困扰 这个提出来太好了 据我调查 地球人越来越没有时间睡觉 百分之二十七的普通人群 受到睡眠影响的问题 在网络用户中 更是高达百分之五十六 包括睡眠质量不好也算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特工里面 也有很多人是睡眠质量很差的 不管是被动的主动的 我们今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问一下现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觉得自己的睡眠不够 甚至是失眠的 请举手示意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讲讲看 自己熬夜熬到什么程度 好不好 我跟你讲 我现在到什么程度啊 就天已经亮着 我差不多可以开始写歌了 我到中午睡十一点 完全颠倒了 写歌写着写着 跟那个打游戏 写着差不多 打会儿游戏再写写歌 时间比例差不多是 大概写歌占百分之十五 主要是以打游戏为主是吧 对 但是真的我跟你讲 我那首怪咖 就是连着两天 从吃完早饭开始写 写到中午写完的 杨迪迪 我就是两天没睡觉 但是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要在北京录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是我主持的 那天本来大本营找我录 我说我录不了 今天要录那个节目 因为已经订好了 结果到了现场以后 突然通知我们 今天来录影的嘉宾 要晚一点来 因为那个嘉宾录大本营去了 那个嘉宾顶替我去过大本营 在等那天要来录我 那个节目的嘉宾 录完大本营再来回节目 那天我也在 你不在 因为我在那个大本营那边 结果最后我们那期节目 开始录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我们录完以后 录到了四点多五点的样子 五六点半的飞机 我就直接去机场了 到了机场 到了无戏以后 马上拍戏 一场打戏 但是呢 我那天被导演夸奖了 因为我那天 你那天睡着了 没有 因为我那天那场戏 我演一个偷车的人 不小心把车 把我锁到车里面 我在车里面困了两天两夜 导演说 你这个状态太好了 杨婷你演得太好了 你是我见过这个 你是我见过演得最好 演这种两天也没 因为我确实两天没睡觉 我在车上坐着 我都要死过去了 所以还是因为有这种过程 给了我一个特别演戏的经历 可能会拿荆棋百花板那场心 思达你呢 思达 就是我两年高考 我考了两次 两次总共六天 加起来就是一点都没睡 请问你考得好吗 我最后就不幸沦落到 中国传媒大学了吗 你这个人啊 太过分了 这句话 因为考生在考试之前 失眠啊紧张这都很正常 然后当时我们班主任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你失眠去考试没有关系 因为失眠不会影响的发挥 你就算睡得好 你考得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就听了这句话 然后就是安然的失眠 我们问一下郝景芳老师 写书的话会不会被自己的角色 带着走 然后就忘记了时间和睡觉 我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左右 为什么 然后靠今天中午又补了一个小时 再赶一个稿子 最长有多长时间 每天都大概睡很少 睡三四个小时 就想睡就睡会儿 想睡就睡会儿 对对对 问一下那个王老师 就是从生命科学这一块 是这样OPPO OK啊 因为警方和我睡的都比较少 他可能比我更少 他一天有三个小时 他在睡宿 先说清楚 不在同一个房间里啊 咱俩把这事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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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什么 无数爱抱的小手 王老师 你的那个感觉感觉 你不在一个房间里挺可惜的 这个 我们俩经常 我已经被你们怼了 不知道收和说 没事王老师 我们不提那个事了 不许再提这个梗了 不提不提 我们都知道人在睡觉啊 但是呢 每个地球人需要睡的时间长短 是不确定的 对 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 一天要睡七个小时啊 八个小时啊 这个会给大家无心中 制造一个心理压力 好像一天不睡过七个小时 你就不行了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有 充足的证据告诉大家 平均来看 可能每个地球人 差不多平均要睡七个小时 但是确实有很多 鞋带某些基因突变的人 睡四五个小时 就精神绝术 比如说警方老师 有的人呢 警方还精神绝术啊 听你发言的时候 那是你没有见到 他困的样子 我知道这个变成一个 真正 我都救不了你了 你是第一个地球代表 来的把自己尬成这样 我已经陷入了一个 我自己都不想出来的狗了 外圈 王老师您先休息一下 您先休息一下 要不然这个弹幕又来了 既然不管是火星人还是地球人 好好睡觉变得那么难 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推荐一下 自己的这个解决方案 为了能够帮大家更好地解决 各种各样睡眠方法 所以我今天决定和维维 一起来做火星时尚 第一队联合提案的特工 两个人都联合提案了现在 因为我们就是火星上的双剑合币 株连并合 为我沉迷 划上加划 不可能我们俩提案从来就没划过 我来说一个最常见的 玩手机 打游戏 刷抖音 停不下来的请举手 还有这种职场工作压力大 第二天还要再工作 给自己更大压力 睡不着觉的请举手 哇 我有很多耶 恋人之间 吵架 然后闹分手 晚上睡不着的请举手 姚妮放手 你怎么站起来了你 很有感同身受 睡不着的理由千千万 所以呢 我跟刘维研究了十多年 终于研究出来一款非常好的方法 是的 这个火星解决方案就是 强制睡眠保险会 我睡不着 有 又来了 我也睡不着 我就睡不着 我睡不着 我睡两位 我也睡不着 我们睡不着 怎么办才好 睡觉 你们仿佯 你们都走赢 你什么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你们都走赢 你不着 你不着 哦 我睡不着 哎呦 睡觉 哎呦妈呀 烦恼 躲起来 睡觉 孟诚我见过走音的没见过这么走音的 不可能我不能走音啊 你们俩后面都开始唱戏了吗 那是有戏曲吗 这个声都出来了 你们不知道播出来可能效果很好 你们在现场感受不到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乔治睡眠 保险柜 哎感觉这个盒子的大小 放进去可以睡一千年的 哈哈哈哈 其实人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诱惑 什么手机啊 电脑啊对影响你各种睡眠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定个时间你才能拿到它 是的而且保险柜是跟我们 Vivo X23联动的 比如说我定个闹铃五分钟 然后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连看火星情报局你都拿不出来 因为它只有在那个闹铃响了之后 才会自动开门 真的吗 对 就定时好的 对定时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以说一说 大家就是失眠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什么会影响你们的失眠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经常有睡不着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然后在那边打游戏 啊 关键是我打游戏熬夜熬得很爽 我在想哇我年轻我不怕死 然后就对 就熬夜也不会死了 就 不是万一 而且打游戏是那种输了以后就想赢 对对对 就会打很久 对对对对一直打到天亮那种 关键是第二天醒来照我 好后悔 昨天我为什么要那样 对这个有 这个真的有 照我自己年轻 但是我不应该这样造作自己 然后白天状态不好 我就会开始睡觉嘛 睡到晚上的时候 又开始玩游戏 就反反复复的来 一直持续到今年 太恐怖了 手机里面不仅仅只有游戏 有些时候你的心里面睡不着觉的原因 还有可能是来源于你社交当中的一些压力 对 因为我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 前两天应彩儿到上海来 跟我发个信息里 晚上你能不能帮我订一个 离他工作地方近一点 好吃一点的大闸蟹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电话去打 结果说当天订当天都订不到 然后我到四点半左右回他 哎真的很难订 实在不行的话 我弄点大闸蟹 帮你快递到你们家里面 然后他就没回我 哎呦你知道没回我 我心里面就开始想 太慌了 是不是因为没帮好朋友 心里面有意见了 这个会这个会想多 对对对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他回我说 工作因为太晚了 后来就直接就在工作现场 简单吃了 哦那还好 他是真操心一位朋友 特别操心 真的前一年的时候我去体检 因为我很久没体检了 我跟哥说哎哥你认识音乐里面 我说我做个体检吧 哦对 他就帮你全部都安排好 他还帮你检查 亲自亲自 那个不用 这个我不敢 我是第一次做长镜 你知道吗 我又不知道呢 门一开以后我觉得哎 做长镜需要 需要这么多人吗 有七个人 我还以为我在做歌友会 哈哈哈哈 因为有的人拿个棉花 有的人拿个签子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你又不能说他用不到他 你不知道 医生就问你要不要打麻友 废话 我说当然要 就因为其实你没有任何感觉的 啊全麻 全麻 我要准备混过去了 我说哥你你要不先走吧 他说不你不懂 你不懂的 你需要在这里 二十分钟以后 我说哎哥你怎么还在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在吗 为什么 他帮我看着有没有人拍照 哎呦 哦 就这么细心 因为我在想你在麻醉了以后很容易 对 就是说没有拍照 最后连长镜都没有拍照 哈哈哈哈 白做了白做了 有毛病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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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点了到点了 来三二一开 到点他自动就会开出来 也就是说手机一旦锁进去以后 一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八个小时 他之前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 绝对拿不了的 对 我个人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把一些杂物放进去 但是杂念放不进去 哎 在脑袋里的东西放不进去 对 心里很多心心念念的一些事情 放不下 你怎么能够关得进去 关进去你也放不下 没错没错 思达你会有这种吗 我的原因和大家不太一样 实不相瞞 这大半年我都在创业 我们的业务呢比较复杂 有一人经济内容生产和广告增值服 哇 三位一体三驾马车并驾驱 所以每天晚上我一点到两点的时候 都在研究公司的业务的一些事情 然后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因为业务研究没明白 所以我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一天公司垮了 我该何去何从 天天想着如果公司垮了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都在想这件事情 压力好大 加油加油 老板不容易啊 好好加油好好加油 杨迪你会有这些事 因为我觉得你心应该算是比较大 对 我有的时候觉得 只要没死 任何事情都不足以让你睡不着觉 真的 睡觉其实就是短暂的死死亡 对 啊 当然当然当然 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节目给到你的压力很大的话 还是会导致你会想第二天我要怎么录 对 我们全场可以一口同声说出这个节目的名字 叫做 他就是 我心情告天 哎 有吗 我不是 再装 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让我压力大的节目 说一个吧 我说一个 就是上次录节目的时候 就请来一位数学家 说不出我的名字就算了 然后说是因为海涛才认识的我 很多女孩子都是类似的脸 类似的脸 啊 我是怎么记住沈蒙诚老师的呢 因为我原来喜欢杜海涛老师 啊 后来回家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 我没睡着我就想 我一定要把我做过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作品啊全部罗列出来 然后发给他或者告诉他有一天 我想来想去 我也想不出任何作品 啊 我觉得 沈金平 后来我觉得他说的也对 今天我在这里 我要跟那位数学老师说句话 说 数学老师 你今天是因为杜海涛认识的我 我省不省总有一天 会用我自己的作品 让你重新认识我 耶 好 请问一下那天什么时候来到呢 从这个保险箱出发 再活五百年 我问一下雪佛 你晚上 你晚上会有没有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 就不敢看啊 因为其实我也没什么存在感 所以我也不知道看什么 不我是说你晚上 你知道 你知道局长问了什么问题吗 好想 對,你晚上有沒有就是 因為什麼事情睡不著 是這個問題啊 對 可能跟男朋友分手就會睡不著 分手了 分手了 什麼時候分的啊 不好說 以前的事情啊 還是失戀 但是我剛才在說 就是這個保險櫃 其實它鎖住的只是物 但是它並沒有鎖住心 真正讓我們睡不著的 其實是那個念頭 對 我們問一下芳芳 就是當你這個智能家具 智能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把這個東西 反轉過來 你可以不用把全世界關起來 你可以把你自己關起來 我在這個北京折疊那個書裡面 其實寫的一個解決方案 是一個睡眠倉 到了晚上該折疊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強制被關到 一個睡眠倉裡 然後噗噗噗噗出一些氣體 也是營造出一個很好氛圍 然後就在這個睡眠倉裡面 就睡著了 這個事情其實它是一個 哲學問題嘛 就是你可以認為你自己 是在裡面 世界在外面 也可能是你在外面 世界在裡面 不關別人 關自己嘛 對 所以全世界有問題 你想把全世界的問題 都解決掉了 這是不可能的 還不如解決自己的問題 對 真的 說得很好 對 既然說到睡覺 我們不如就把這個床也擺上來 切換夜間模式 有些人在睡覺之前會準備很多 比如說要泡澡的呀 有要把被子弄得很鬆軟的呀 或者是白天會把被子曬一下 有那個陽光的味道啊 對不對 就是儀式感會特別特別地強 點香香薰啊 雪芙就是點香薰 除了點香薰 我在睡前我會自拍 自拍幫助錄睡 自拍 工作完會有點過於興奮 你錄完這種節目 請問你興奮的點在哪裡呢 但是全程錄節目的時候是這樣的 但回到家以後 哇 今天晚上好興奮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回去齁 今天表現得好好哦 才不是咧 就是有時候有的工作非常的緊張 然後一整天卸下來之後 我就覺得哇 我好開心 我今天結束了 然後就會特別興奮 理解 為什麼要自拍你知道嗎 為什麼 平時自拍都是美美的 在睡覺有一種放鬆感 會讓你覺得你拍出來的照片 就算你修過 也覺得是很自然的那種狀態 理解不了 我理解不了 就是睡前自拍啊 是真的有講究的 像我們睡前自拍的人 其實在床單和被照的選擇上 喜歡用白色 哦 自帶反光板 哇 睡前自拍有三要素 第一要素 就是臉不能露全 一定要埋在枕頭裡面 來 請看一下大屏幕 哦 哇 真的 這是我真實的睡前自拍 第二點就是 一定要手稍微抖一點 感覺就是有人在跟你互動 哇 啊 這張拍得好啊 哦 很自然的那種 你別說 這張是有感覺的 是的 你就說你拍完以後幾點了吧 幾點 當然凌晨三四點了吧 但是我很快樂 因為這也是一種創作 還有一種就是在睡前 一定要情緒很飽滿 啊 哭了 眼淚 眼淚 哎呦 我真實的 唯唯這三張是同一天拍的嗎 同一天拍的 真的 我一百多張當中的其中三張 同一天 我同一天 而且這個眼淚是為什麼 是因為真實的被自己帥哭了 拿下經濟百花獎這個 哈哈 我們就把每個人 平常睡覺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或者一定要擺一個什麼樣的姿勢 雪芙你先試睡一下嘛 你平時睡覺怎麼睡 我們好想看哦 雪芙你睡覺穿成這樣是吧 鞋子也不脫的哈 他就是那種 起來就是公主的那種人 哇 當雪芙睡著的時候 來 七個人把他穩醒 這裡只有金志文比較適合 小矮人 雪芙你平常是這樣睡嗎 我平常會這樣子睡 我很喜歡握著手 哇 公主 真的假的 我要抓著手睡覺 一定是自己的嗎 小文 你平常睡覺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我的睡姿是這樣的 就躺在這裡 然後手一定要在腦的上面 然後要綁起來 把住狼杆 我的天啊 然後還有這種半側趴式 半側趴式 要壓住半個心臟 他們都這樣 你家心臟長右邊啊 心臟還走這邊吧 在這邊看 對 心臟在這邊 然後這樣半側趴 然後就起起起來 腿一定得起起來 我睡覺其實還有一個毛病 就是比如說這是枕頭 這兩個枕頭要這樣放 他擺陣 我現在躺在中間 然後我還會給兩個枕頭命名 比如說他叫 瑪莉特 伊薩貝拉 張龍照虎 王朝馬漢 沒有 真實的 因為其實就是你很害怕 你希望那個空間把你裹起來 然後抓著抓著這個枕頭 我就睡著了 你們說的都是睡姿方面的 但是還有一種習慣 就是我睡覺喜歡裸睡 我覺得男生裸睡這件事情 是不合理的 你聽完我的會更想死 因為我是半裸睡 他說半裸睡很正常穿褲衩 我說不是 我是下面半裸 那你更變態啊 沒有 我覺得上面冷 但下面無所謂 因為都蓋著的 他有可能是怕涼到肩 對 肩膀會冷 但是下面都蓋著的 我跟你想 我跟他真是睡過 我跟他兩個人 你倆睡過 不是 我在他家聊天的時候 經常就是有時候不回家了 我不知道你老婆有沒有注意 她患過病很多人 她打呼 打呼是因為磨牙 然後喜歡動 她就過來時不時就壓著你 時不時就壓著你 所以我今天問你 特別準備了一個 夫妻套裝 什麼 這是個三件套 我的天哪 哇 安全措施嗎這是 然後呢 請你躺在這邊 脫脫衣服 哇 出身脫衣服都有人叫 這是什麼 請戴上這個 這是什麼 睡眠頭盔嘛 半夜睡覺開車 比如說 夫妻兩個人在家裡睡覺 對不對 這套是送給嫂子的 老公老公來躺下躺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告訴你 剛才沈夢承說 好像一個送外賣的睡到旁邊 沒有了沒有了 你想想看啊 朱貞 經常影響他老婆睡覺對不對 那在睡之前呢 必須要兩個人先溝通溝通感情 聊天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打開 哎呀老公好久沒回來了 多久啊 哎呦四年多了 兒子都兩歲了 什麼啊 四年多還是兩歲 先聊 聊家常聊得差不多以後呢 準備睡的時候對吧 哎呀好了老公差不多可以睡覺 差不多睡了吧 差不多睡了 這個時候呢 還老規矩啊 老規矩 老規矩 哈哈哈 然後先把你這樣蓋上 對 還要你爸 哎 這不是剪頭髮的嗎 頭盔戴上以後對吧 這樣就隔音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老公好準備睡了哈 好 誰都不影響嘛對不對 很乾脆很直接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我每天晚上屬於那種 聽音樂睡覺的人 好多人都是 對 最近物業給我打電話 就是因為三點當中 我鄰居就舉報 我說我們家音樂太響了 你放了什麼音樂啊 非常大聲的古典夜音樂 我覺得斯達的這種 音樂的這種著名方式很對 但是現在更流行的一種是 聽相聲 對 我也聽相聲 一定要聽郭德剛 郭德剛的聲音 我一聽著就迷惘了 哈哈哈 學長 像我來說的話 要五個小時在家 準備睡前儀式 確實有一種那個伸髮椅啊 他睡著以後就不伸了 沒有 都沒有 哈哈哈 第一步先在馬桶上 有可能刷刷朋友圈 這個都會 然後第二步回到電腦前 遊戲社交 再到衛生間 也是個絕對很棒的地方 浴缸裡面嘛 你就說浴缸嘛 就搓浴缸擦浴缸 你擦浴缸 你們家的人是有多髒 沒有 我說如果出差到外面去 你要擦浴缸嘛 最後一步躺在床上 聽一聽白噪聲 天都亮了吧 頭髮也都長出來了 好 一試完成就是五個小時 這是要把自己累睡吧 哈哈哈 其實朱真這個我特別有感受 這個叫做報復性失眠 我們現在人工作太辛苦了 自己的時間被剝奪了 回到家以後 報復性的我一定要 有一點時間給自己 就是放下很多面具 對 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其實現在很多地球上的 一些年輕的朋友 把熬夜當作一種生活狀態 隨著時間的推移 你會發現 對你的這個損傷 明天的憂慮交給明天 否則我們要明天幹什麼 所以交給明天 啊你就睡著了 到那個時間點 就把手機放到一邊 然後你就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 闭目仰神 睡得著就睡著 睡不著 你也不要給自己 加很多很多負擔 問一下萊萊 您是怎麼看待 我們剛才的這樣的一個解決方案 手機的屏幕 每一顆像素 它都是由RGB三原色組成的 也就是說你的手機 無論你看到是什麼顏色 它都會帶有一定的藍色 因為每一顆像素背後都有藍色 你的大腦一旦看到藍色的頻率的光 你就會覺得像是天要亮了 然後呢大腦就不想再睡覺了 所以說很多時候有人 晚上起來去上廁所 回來了以後 從手機看一下時間 然後手機屏幕一點亮 就感覺困意就沒了 然後再想入睡的話 就不太睡得著 即便睡著了也不是很深 所以建議大家睡覺前 一定不要看手機 人類當中有一個非常罕见的疾病 這個病名字叫促睡症 我遇到過這樣的人 這病是非常罕见的一種遺傳疾病 它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這個人他是沒法長期保持清醒的 他可以隨時進入到 非常舒適的睡眠的狀態 但是反過來我們如果 想想這個疾病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辦法 把大腦當中控制這件事的 這個信號人為的開關它 那你就可以讓一個正常人 也突然進入到一個 非常舒適的睡眠中去了 想睡著就睡著 想醒著就醒 保證每天都會有 非常充足和美好的睡眠 我就補充這麼一點 謝謝 我覺得剛才補充的那一點 特別讓人嚮往 真的能夠有一個方式 不是靠吃退黑素 不是靠吃什麼一些藥物 燙免藥 對 用一些什麼樣的方式 Plat 一下 它能夠睡著了 而且進入到一個 非常好的狀態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 所有地球人的一個福音 X23全息幻彩超大廣角 發現更多美 本局會議由Vivo獨家冠冥播出 這就是叫跑SUV 科迪亞克GT 感謝斯克達SUV家族 特約贊助支持 感謝貝衣美愛家奶粉 三重保護力等於寶寶的超能力 對本局會議的支持 Vivo X23全息幻彩設計 每個角度的變化不同的美 A A A 接下來我們拍 劉 劉 導演 是到我了嗎 不是 是拍 流光益彩的叫跑SUV 科迪亞克GT 接下來我們有請 薛佛副局長來提案 好的 那我的第二個提案 我發現 地球人普遍缺乏勇氣 因為我們經常會聽到很多身旁的地球人都會抱怨 追不到自己心愛的人啊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 公司難出頭啊 在各個場合都沒有表現的機會 但實際情況往往是害怕 表現自己或是表達愛意 總是沒有膽量多跨出一步 所以地球人普遍缺乏勇氣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解決 謝謝 我們上海就相對來說比較偏含蓄 對 需要勇氣這件事情 對我們上海人來說還是挺重要的 是的嗎 你來提 因為說到害怕這件事情啊 每個人害怕的點肯定是不一樣的 對 有人害怕整理行李 有人害怕關燈睡覺 有人害怕揉一揉眼就錯過了你 對 如果我掉入了海底 我覺得我要提一個相對來說 它的智慧含量比較高 並且有高端解決方式的一個提案 那就是我希望能夠把每個人的害怕說出來 跟別人的害怕 battle 比拼一下 看看到底誰害怕的更加奇怪更加奇葩 是可以把害怕變成樂趣的 所以呢 我們這樣的一個桌遊叫 奇怕殺 奇怕殺殺奇葩 殺奇葩 殺奇葩 奇葩殺殺殺奇葩 江思達 我玩不了這個遊戲的真的 我會先先死 來看一看這個火星 桌遊到底怎麼玩 接下來啊 大家都把自己害怕的東西 要寫在這張卡片上面 你可以通過寫的也可以通過畫的 而且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你最厲害的是什麼點 然後我們大家擺到檯面上 一起來比拼一下 誰的害怕的點最奇葩 來來來來玩遊戲 玩遊戲 我先挑羊迪給大家打個板子 行行行 好 我我怕狗 我不知道為什麼 越怕狗的人 狗能感覺到你怕牠 你們有這種感覺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街上逛街 大馬路上有一條狗 在追有一對情侶 那肯定是單身狗 單身狗 那個男生在騎那 女的坐在後面尖匠 因為狗在追牠 那女的說 奇怪點奇怪點狗追上 就很恐怖 離我很遠 我說媽呀再追牠們 我離牠們遠一點 我親眼所見那個狗是這樣的 哇哇哇哇 哇 我說我撒謊 我不是 搞什麼 狗就哇哇哇 對著我來了 還好我旁邊有那種散步的路人 有一對情侶倆 我抓著那個男的 我說救命 救命 那男的就這樣 然後他就揍了我一臉 好我就出這一張來 跟你來鬥一鬥啊 因為局長知道我們家都是畫畫的 所以呢我平時也經常會 你自己亮 讓我們看不看他出來 你看得懂我這幅畫嗎 對 好你怕的是 你愧對祖先 哎呦我天哪 哈哈哈哈 我最害怕的是 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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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牆上的蒙娜麗莎那些 對 你畫的這跟壁畫 有一毛錢關係嗎 哈哈哈哈 就是我當時看到過一幅壁畫 後來有一個故事 大概差不多十一年前 我是到 我們 就是上海 在珠亞角附近 你可以大聲點 沒有沒有沒有 沒關係的 營造 營造氣氛 在長三角的一個水箱 我去拍旅遊節目 然後拍一個旅遊節目的 晚上住民宿 辛苦了一天 我晚上回到那間民宿 到了民宿裡面 以後一看 哇裡面的裝潢 布置感覺 很有藝術感 嗯 就在正對牆的位置的對面 就有一幅這樣的一個 女孩捧著一個陶罐的 一個 你知道那幅油畫嗎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陶字那種 就有一幅這樣的一幅畫 畫在對面 我想哇還都很有藝術的修養 這個屋主看來不錯 然後我就整個 休息睡覺 大概差不多到了兩三點的時候 我自己也就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就醒過來了 因為我發現房間裡面 有閃爍紅光 哇 我就不知道是為什麼了 然後我就望向天空 我就看怎麼一閃 一閃 順著那個地方找過去 就那幅畫的眼睛 它在發紅光 你知道嗎 哇 我以為我是在做夢 對 第一攝像頭 對 剛才誰說的 哇 真的嗎 對 哇 其實我拆開以後 為什麼它會閃紅光 是因為電沒了 沒電了 它才會閃紅光 正常是不閃 所以我們到現在走過哪裡 都會特別注意房間裡面 如果有壁畫 我都會很害怕 我心裡面會想 會不會有一些 裝著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有點嚇人 我個人覺得害怕的 比較有趣的奇葩的 壁畫 還有人向我發起功累嗎 我 我功 直接寫文字 我也不畫畫了 大哥 大哥 在東北 我就被大哥 著著實實地教訓過一次 那個時候 我騎著一個小武林的摩托 驮著我的老婆 在這個街上走 然後就和一個 一五零的摩托 騎著一五零的摩托 騎著一五零的摩托 就是一個大哥 然後跟他就 不小心便到一起了 然後他就騎到我的前面 然後 捏了一下 捏了一下沙絲 我就差點撞到他 然後呢他走了 走了之後 這人有病 然後呢他又往前走 我故意的 又捏了一下 故意便 我就很憤怒 你們知道嗎 我在東北我也是個男人 我也很 你在哪兒都是男人 我也很要面子 尤其那個時候 我跟我老婆剛觸對象 必須要這個面子 你會跳起來打他的膝蓋 但是要面子需要 有方式的 有方法 我就目測著他 他在我的眼前 逐漸快要消失的時候 我看看我老婆 大聲的喊 你又病啊你啊 啊 我又騎車呀 欠揍 我跟你說 再去碰你那麼騎車 再一次打一次 你又走你回來呀 然後呢 然後我就在遠處看著 那個小小的摩托車的身影 好像在挑頭 完了完了 他聽見了 他聽見 他回來了 忘了那個話是順風走的 對 局長他騎回來了 而且他用了非常快的速度 那怎麼辦 然後用他那個150的摩托 砰就把我那50摩托創碎了 一球代表們 那個時候對於一個東北的純男人 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選了 我就要幹他 知道嗎 對 我要幹他 然後我就縱身一躍 我就揍他 我就跳起來那一剎那 我感覺就被他的手 就壓在底下 大聲基本上就是這種感覺 對 到最後你是 真的是輸了還贏了呢 我輸得非常慘烈 再以後看到大哥 我腦子就疼 腦瓜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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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大哥和腦瓜疼 對 大家還有什麼怕的 好來來來 大家可以一起啊 這裡這裡這裡 密集 密集恐懼陣 小的時候就是在那個池塘 大家會撈魚啊撈蝦什麼的 有青蛙卵 密集 哎呦我的天 那個青蛙卵 你把它裝到那個瓶子裡面就是 帶狀的條形的 然後他稍微發育一點 每個都開始鑽出一點小尾巴 四達四達你去沒去過深圳機場 對 深圳機場就是青蛙卵 對 一模一樣 哎呦 一抬頭 全是一格一格的 最可怕的是 你看到密集的東西之後 你會是雞皮疙瘩 對 雞皮疙瘩同樣很密集 所以你就看完那個東西 看雞皮疙瘩就 啊啊就是 就越來越怕 太難受了 太難受了 哎 唯唯還不服氣 不不不 我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非常簡短和有素 我特別怕開車的人 因為開車的人 表面上脾氣都柔順 但是每次開車的時候 都非常的兇 啊 但是呢 自從擁有了科迪亞克GT 斯科達SUV家族之後 我再也不怕開車了 因為車裡真的好舒適 啊 好吧 就你了好不好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我們接下來選一個 《害怕東東》裡面的火星怕怕王 其實我覺得真哥的那個攝像頭 比較可怕 對 我也是 那個故事性很強 來來來來 我們就選這個好不好 好 好 警方 你覺得這個方式 能夠讓害怕這個事情脫敏嗎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因為實際上 現在心理學家 真正在治療一些心理創傷 就用的是同樣的原理 讓你能夠正視到你害怕的一些東西 然後你正視的次數多了 慢慢慢慢脫敏 但是這個就得要特別特別把握尺度 就不可能是說你害怕蜘蛛吧 你跟蜘蛛關在一個屋裡面 關得足夠時間長了 那肯定就是無限的創傷了 但是他其實就是可能 用一點點一點點的接觸 發現沒事 再接觸一點發現沒事 並且把它和一些可能愉快的 或者是搞笑的東西聯合在一起 就可以脫敏 嗯 真哥有希望了 好 接下來 第二個解決方案 第二個我來幫大家解決解決 悠悠來了搶手了 我覺得地球人在職場和社交當中 有的時候缺乏很多的勇氣 比如說開會的時候 你明明有一個很好的點子 結果你 算了我還是不說了吧 很尷尬 你就不說了 灰油 對 哎呀 領導來了 我跟他聊一下 算了算了 他是領導 我不跟他講話 你就不由自主地切場了 對對對 我搜羅了地球的物種 我發現有一個物種 又機智又大膽 就是我帶來的一個產品 我的火星解決方案就是 大膽揚鼎 哎呦 我除了怕狗 怕飛機 別的什麼都不怕 是絕對不要臉 就像他們說怕大哥 我不怕大哥的 管他的 我覺得我有道理 我就不用怕他 大哥從來不講道理 大哥從來不講道理 我跟大哥講道理啊 大哥看到他笑死了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排隊 我們取那個錢 隊伍很長 這個時候就有個大哥 他直接就插隊 這樣子插 就插進來了 就像大姐 大哥這麼走路的嗎 不好意思 全哥都有 大哥 廣場舞在那邊 然後呢 真的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沒有說 然後我看這麼多人 我說有什麼好怕的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都在排隊曲線 能不能麻煩排下後面 因為這麼多人 那個人說 我不娶了 我等著你 你說我也不嫁了 我陪著你 可以可以的 然後我就不管 我還是照樣取錢 平時我回學校 坐公交車就回去了 我就往公交車站走的時候 發現大哥跟蹤我 你一直在跟蹤我 站住 沒有 那個大哥一直在跟蹤 然後我在想 如果我在公交戰壇 逗留太久的話 他衝下來按著我打 我完蛋 還好剛取得錢 決定打車 就最快速度要逃走 正要我打開門的瞬間 大哥 抓著我的門 腦子今天要揍你 哎呦 怎麼辦 然後那個人特別多 我說有人要打我 有人要打我 那街上 我說因為他剛才插隊 我讓他不插隊 他要打我 你們幫我作證 然後那個大哥 真的放過我了 厲害了 真的打的 所以各位 有什麼人生中 你覺得自己沒有勇氣的事情 可以讓我幫你解決一下 那大膽揚迪 我來挑戰一下 有一種事情是非常難以啟齒的 就比如說跟領導要求加薪 哇塞 你讓我現在在現場 我很難跟局長說我要加工資 麻煩你幫我一下吧 哎 加工資不是我的事啊 對呀 你找錯人了吧 對 你說不出口 你現在節目上都說出來了 你還有什麼不大膽的 對啊 你都把它當作提案在這裡說了 膽大包天 還需要我幫你嗎 聽到了嗎 才哥 我們都不敢說啊 而且 在這麼多人面前說 屏幕那頭有那麼多的人 這個是進行道德綁架呀 哇你連這個都敢 太庸俗了這種人 說實話我人生不會提這種要求 我只要精進自己 人家自動會幫你加薪 像這種人還要提我的天哪 這是一個坑什麼 我以前 雪服也有問題 對 剛剛入行沒多久 也要去試一部戲 那角色是要飾演一個性感的空姐 但是那時候我還不太懂 就是要怎麼表現出來 所以我非常的緊張 所以你在問我如何表現性感嗎 是 沒錯 其實他總歸來說不是在講性感 是在講視鏡的時候 遇到有一些他不太擅長的事情 朋友們 我視鏡都被要求展示過性感 我真的不騙你們 周星馳先生 我當時去演西游降魔片的時候 他突然搜了一段 非常性感的健美先生的那種視頻 放給我看 然後看完以後 來 你就演個這個 他喊了他秘書進來 他說 你現在演這個健身先生追求這個秘書 我就開始 我這個性子 正在演的時候 他說 外套脫掉了 我脫 因為我在試鏡我覺得應該的 沒關係 我就脫脫脫 然後我瘦得要命 難看得要死 然後那個時候夏天 滿背都是痘 我就在那邊追求他 我這麼帥 這麼性感 你為什麼不追求我 演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周先生還點評我 你聲音小聲點了 但是 最後我還是去拍了西游想莫片 所以我覺得 你在他面前展示出 你什麼都不畏懼 該演的時候我能表現 我就盡力表現 真的會讓他注意到你 很難耶 我都沒有都敢展露 你有還不展露 也是太尷尬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要雪服來一段好不好 外套脫掉了 有網美的 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啦 就是應該自信一點 更加自信一點 如果你非常自信 他們也看到的是整個你 如果你特別膽小 他們其實也看到的是整個你的狀態 你還不如給他們展示出自己 非常自信的樣子 棒棒棒棒棒棒 这个其实杨迪是做得挺好的 你看他每次从那个后面走出来 他就觉得自己是很帅很帅的扬着脖 局长为什么要觉得呢 好好好 看看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 还有还有 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 很多的遗憾是因为 你在当时的那一刻没有鼓起勇气 做出决定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碰到一个女孩 让我特别的心动 然后我就到了她的城市 当时想再争取一下 能不能遇到自己的真爱 然后有一天晚上 她突然发微信给我说 你能来我家里吗 说我心情不好 你来陪陪我可以吗 然后我当时你知道吗 我是考虑了一下 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 你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哪 然后我做了纠结以后 我还是去到她家里 而且我们俩聊了半天 然后当她的头靠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面没有鼓起勇气来跟她表白 就因为那一刹那把她推开 你还这样吗 我到最后是我说我要走了 然后我把她送上床 送上床 我想知道你怎么把她送上床 就是我牵着 来来来来 这两个人这么走了 来啊 哎呀天呐天呐 来你早点休息 然后躺下来 然后呢 帮我把头掰过来 就是我我没有一点邪念当时 后悔死了 然后自己就走了 关门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没有邪念 你是后悔这个吗 没有邪念 还有就是当时没有鼓起勇气 去向她表白 就很遗憾 我相信在座的高级特工一定有 因为缺乏勇气而不敢做决定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特别想去参加偶像练习生第二季 我也羡慕希侃 就是他能年纪轻轻有这样一个舞台 因为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就是想做一个组合 他们凑成十一个人 然后一起出去做通告 如果我们火星一起出去做通告 我什么也不怕 观众没有人叫我名字 谁不管我 我也不怕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体 所以我当时看了 我当时先生我就特别想 第二季我一定要去 第二季我一定要去 我哪怕不是C 我32岁了 我那么大岁数了 可是我一定要去 我会跳 我能唱 我为什么不去 可是我就这么下决定 我还是放弃了 放弃的原因呢 还是年龄还是 我觉得就是 你们加油 加油 有一些梦可能不是 我觉得我这个现在该做的 我说实话 其实我是因为不勇敢 所以我就是很希望 有这样一堆人帮助我一起 你去啊 你去我们在下面给你鼓掌 我们所有的人给你鼓掌 刚刚其实我还蛮感触的 我今年是35 我也有一个 一直都没有什么勇气的事情 在我心目中 大概这件事情也十几年了 我这一路走到今天 我觉得我今天 我也已经结婚了 我把我的老婆也找回来了 我现在有了小孩 我觉得我自己蛮圆满的 但始终 我有一件事情 是我没有勇气放弃的 是做音乐 所以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 我问过好多次 就是哪怕被世界 拿出来凌辱 哪怕被所有人的误会 哪怕我今天 已经没有路走了 我最终都问过自己一句话 我不做音乐了吧 我做个不同人 我可以去卖衣服啊 我也可以去做火锅店 我现在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了 肯定没有问题 我脱离音乐 但是我真的很认真的 问过自己不下十次 我最后还是缺点勇气 我觉得我离开音乐 我不 不可以 除非有一天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写不下去 薛之谦我们认识太早了 我们还看过他 那阵就是 算是他口中的 过气那段时间 但是他永远都在出歌 我们有的在想 这个时候还要出歌吗 但是他一直在出歌 然后我们也会帮他转发 不管多少年前 我觉得他这个坚持非常正确 你看他现在有多少筷子 这首歌在家传唱着 其实有些勇气是让你坚持下去 对 有些勇气是让你当即立断 所以你跟雪佛 该断就断吧 所以今天 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让你 有决心有勇气 说出你想说的话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 决心啪啪板 耶 大家看到了 这个就是我带来的火星解决方案 决心啪啪板 这个长得像一个片场的打板器 有没有 对 当你站在上面的时候 我这边啪一下 你就马上会鼓起自己的勇气 然后下定决心去说出 你没有勇气去决定的事情 大家要不要来试一下 来我来我来我来 哎呀 准备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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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稍微煽情一下 这件事其实从我陆火星的第一集 我就一直想对这个当事人说 但是我一直没有说过 我想对他说三个字 在五六年前 我在湖北卫视有一档节目 我跟李博尔主持了一年多 都特别好 忽然有一天说 有一个男歌手要来做另外一个主持 然后我就特别紧张 我那天就提前一天飞到武汉去 然后就去看台本 我甚至还去改台本 台本说要让这个嘉宾站中间 我说不行 要让女生站中间 就每一个细节 甚至有些权益的东西 本来写的是这个人 我就改成集结 录完之后这个当事人送了我一张 他当时的唱片 他在唱片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吉姐 跟你比起来 我们做音乐 放下的东西 不值一提 共勉 加油 因为这句话 我到今天 心里都还有一块地方 是留给音乐的 这个人其实就是在场的 薛芝芊 我听他那种才反应过来是我 我觉得可能他都没有记住这件小事情 但是我特别想对薛芝芊真诚地说一声 对不起 哪有亲爱的 天哪 哪有亲爱的 哪有 你这个感动到我了 你这是 混蛋 说出来啦 看 是我的火星解决方案 让姐姐 鼓起了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来 还有谁想试一下 按照年纪来吧 按照年纪 我其实年纪越大 越怕上这种陡坡 我跟你说 真的 好 朱金哥的决定 从地球到火星来开会 相当于我从上海一个 走过了18年 一直固步自封 在自己的一方小土地 赢得一点自己认为的成功以后 经过去年一直到现在 终于走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决定 那就是到外面来看一看 你知道那个时候 薛千跟我说过多少次 他说 你在上海获得再多的成功 有可能看到你的人 还是那么些 你应该尝试着在互联网 已经席障我们生活的时候 你真的应该冲出去看一下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其实一直在拒绝他 我说算了 大家不要了 所以他就带我去说 你到我演唱会来 我们大家一起 下班 然后你到火星来 你真的你就听我 那个老公你来试试看 哪怕开一次会 让我来 我其实很感谢 薛千 哎 你这 让我在人生 40岁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 走出去的 这一段是你们没告诉我整我的吧 都是薛之谦 这样我会死啊 好还有谁要对薛之谦表白的 来来来来 完全搞错了 这什么情况 来来来 你上来你上来 因为她是特别特别喜欢薛之谦的一个女孩子 你要鼓起勇气说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我叫商朝 商朝的决定 Ready Action 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因为我自己也会写歌也会创作 因为之前参加超女然后就是开始接触音乐 喜欢薛之谦已经很久了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有一天可以和薛老板有合作 学习你的坚持 好好加油 一定会 一定会 我也说两句吧 好 我也说两句吧 薛之谦想说的话 Action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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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谢谢那个女生 为什么 我 我不太愿意去解释什么 但是 如我 亲我都可以 哪怕你们不听我的歌也可以 哪怕现在有人听歌的时候是默默地在听 不愿意说出来也好 我说过的 哪怕没人信 那也是真的 谢谢这三位今天站出来 说喜欢我 这三个词对我现在的我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哪怕 对 谢谢每一位人 我相信我的故事有一天会被别人看见 会大家知道真想的 不急 我一点都不急 所以我说 因为我不请自来了 我确实是不请自来 我热爱因为我放不下 有人上车了 有人愿意听我的歌 有人愿意相信我 所以我不能不自耳边 我其实已经很犹豫过我要不要来参加火星这个节目 我一直在犹豫 因为我觉得 好难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好难 已经到了瓶颈 大家也不知道在这聊什么 或者是再怎么突破自己 再怎么让大家好笑 第一期节目被骂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是已经 就不是说我们 我觉得我很替火星可惜 其实是因为好像我们 我们是不是快不行了 然后 我给我们的主办方 发了很长很长很长的 写的那些文字 告诉他们怎么 哪里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到第二期节目再开始的时候 我才放下那个心 我觉得 第二期节目比第一期好看了 这是实话 我觉得 希望大家 能包含我们火星 哪怕我们有的时候尬 有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 让你们笑 或者是我们只是想把这件事情 坚持下去 因为我们坚持了三年来 真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如果有的时候 看到我们很尬 或者是我们在尽力 像把这节目撑下去的时候 如果你们觉得实在不好笑 如果你能不骂我们 就是 我们会尽力 把你们逗笑吧 就是这样的 如何尽力 有二十年来 不要你 是的 我是什么 有尿性 我也是于是 世界和平 一定是跟女性的 类型上的国家 时间最一点要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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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聽行事件唱歌啊 哎呀 好舒服哦 根本不可能有人可以打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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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鬼啊 神經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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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要搞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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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星情报局 火星情报局会是永远的一家人 谁都不会走 我觉得刚才大家已经进入到了火星情报局的另外一个状态 火星情报局不一定就是每时每刻 都希望大家能够去笑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所谓的娱乐节目 它其实是一种情绪的波动 就像我们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跳动的频率是一样的 跳动过快了 它防战 它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心脏的一种巨大的负担 不跳也不行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很开心的这种笑声 我们也有现场看不见的哪一个角落 依然还坚持到现在的某一个观众留下的那一滴眼泪 我们要感谢你们每一位朋友 我们有你们的掌声加冕 我们有你们泪水对我们的滋润 我相信火星情报局会越来越茁壮地成长 哪怕我们是一个盆栽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芬芳 把我们这一抹绿色要送给所有喜欢我们的人 哪怕只有一个人 但是你们告诉我 会只有一个人吗 我其实很少看到集结在台上那么的轻松 说完之后 耶 就很轻松 压抑了很久 我觉得火星情报局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是我自己愿意在这里坚持下去与局长的身份 我已经45岁了 我非常希望哪一天我能够有勇气 不管是在哪个舞台 拿着话筒以主持人的身份说最后一句话 因为我非常非常担心 我说的话不够好 还不够给他们一些非常正的能量 不能让他们感觉到温暖 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光彩 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等待这个勇气 到有一天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有可能是下一期节目 有可能是明年 有可能是后年 然后我说 因为我不请自来 所以请接受我不辞而别 然后我就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舞台 换一种方式 依然可以回馈这个社会 回馈这个时代 回馈这段历史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真正的勇气 一方面是让你坚持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勇气 是让你敢放下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前锋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还是非常的靠谱 但是我觉得靠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场上的几位老师 我们首先有请薛莱 莱莱 我觉得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方案里面 就最后这个啪啪板 是最符合科学上可以实现的原理的 你看到人家多理性 一点都没有开始说 哇 我好感动 就是你在早上的时候想要起床 但是躺在床上身体实在是太舒服了 就不想要爬起来 有一种做法可以让你保证 在这一瞬间可以马上弹起来 就是你可以跟自己立一个约定 当我数数数到五的时候 我就会立刻从床上坐起来 你会发现一定能够坐起来 而且每一次都行 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原理 就是说你跟自己立了约定 你会觉得这是有一种仪式感 因为我有这个约定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这个啪啪板有话不敢说 但是我告诉我 我听到这一声响声的时候 我把它说出来 这一声一响 你马上真的就能说出来 这个原理是非常靠谱的 两轮提案已经全部结束了 最终的王牌特工人选 我们必须要听一下意见 既然把这个大任交给我 我觉得特别特别任性地宣布一下 我个人的决定 第一位若珍特工的那个奇帕沙 另外一套呢 是睡眠强制保险柜 哇 最近有两枚了 哇 已经第二枚了 哇 谢谢局长 哇 哇 哇 人手一枚 孟臣 天呐 两个 好的 现在拿到了这个 《徽章黎王牌特工》 就只有一步之遥 你们两个人当中派一个代表出来 跟朱珍石头剪刀布 孟臣 好 石头剪刀布 不 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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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孟臣和刘伟 维维维维维和美一起 哇 哎 这个画面好好看啊 像两个姐妹向西洋跑去啊 smoke 这个好漂亮哦 願你們的勇氣能夠 永遠充滿你們的心 你看我們今天剛才 都談到了這些勇氣 每個人對勇氣的理解都不一樣 希侃,你是怎麼理解勇氣的 其實我每天晚上 在家裡的時候 都會對宇宙進行深度的思考 然後我現在就有一個想法 如果能把宇宙中的能量 將那些璀璨的星雲 融合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能給地球人帶來勇氣呢 好浪漫哦 哦,厲害 這也好有腦洞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你說得特別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要給你推薦了 VIVO X-23 星王版 在星際中的它呈現 深紅與深紫的神秘變換 紅色代表好運 紫色代表尊貴 VIVO X-23 星王版 集合全宇宙 帶給你們勇氣 同時賦予你尊貴 耶 擁有它就擁有全宇宙 希侃 你沒有拿到王版特攻 我送給你VIVO X-23 星王版 還是這個好 那我太開心了 這個讓我有勇氣 就不會再軟弱下去了 太開心了 最後的最後 提醒各位地球人 關注火星情報局官方抖音帳號 潛入火星情報局內部 會發現更多的機密 在那個地方等著您發現 上微博搜索並關注 at火星情報局參與討論 更多驚喜等著您 收說吧 你這一路的感受 在整個行駛過程當中 車子總共跌撥了五次 左轉彎四次 右轉彎三次 上下坡各一次 期間我兩次耳壓時 應該是經過了隧道 車開了多久 車在開的時候 我一直在用我的腳打拍子 通過隧道內的燈光 掃過我眼睛的時間 以及兩支燈之間的距離來推算 車以60馬的騷動 開了23分 35秒 下一個 你也收收吧 這車起步很猛 推背感十足 感覺得到是2.0T高功率發動機 即使爐框不佳 也未決顛簸 一定是4x4智能四驅系統的功勞 沒猜錯的話 車子還搭載了10.25英寸 全液晶表盤 和8英寸全玻璃中空面板 想想都令人激動 一個高級特工 應該關注的是這些嘛 更別說 那全功能賽車風格的座椅 簡直讓人回味無窮 所以 他一定是交跑SUV科迪亞克GT 司科打SUV家族新成員 太棒了 這真是我想要的 不是 那個 你說 我就要讓你幫我試試車 給我嘚瑟什麼呀你啊 不是我嘚瑟 我要你嘚瑟 嘚瑟 不是所有特工 都能開上火星特工車 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情報局高級特工前鋒 點燃想像力爆發創造力 有沒有興趣來一場頭腦風暴呢 快來迷你世界關注我 大家一起來ROCK THE WAR 可疚瑟 剧下去我 ak I yol 15 mache st 听着你有那么一点点超能力 所以我本人等到你的底细 Hello 不要继续成绩望同 别拦用你的超能力 小心背后的怪兽攻击 Hello Why are you laughing so hard 能不能认真听听我说话 这才不是个笑话 爱你的话来 还需要拖紧 这事情看了有点不妙 你知道的还是太少 爱你的话来 会被心挣扎 别回头看monster 就算monster 一群不强你的身后 Move it like a f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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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